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热搜 却是因为被港媒拔出了幼年成长经历 在港媒报道中 蛇丝卖的家境虽然不算大富大贵 但原本也是依序无忧 可惜 因为他的父亲被车祸带走 留下他与哥哥 还有彼时怀着弟弟的母亲后 这一切都变了 遭逢俱变 没有了顶娘入的蛇家开始拮据 哪怕比是蛇师 慢才五岁 但也不得不开始跟哥哥一起做些利所增加的事 绑住还怀孕的妈妈养家 万幸的是虽然磕磕伴伴 但在一家人的齐心合力 以及亲朋邻居的偶尔帮衬下 蛇师麦的弟弟顺利出生了 三兄妹也都健康长大 并完成了学业 不过 幼年的经历还是给蛇师麦的内心 埋下不安定的种子 因此她成为演员后跟银宝一样特别努力 特别拼 以及积累下更多的身家 让一家人的生活能更有保障 让曾经为了养家受苦婆多的母亲 能过上好日子 然而蛇师麦做到了 不断辗转各个剧组的她 成为了无限曾经的王牌花旦 圈内公认的实力女演员 拍戏所的一集合理投资 也让她成为了隐形的议案富婆 但她却迷失了 她以为给予母亲豪宅 现今就是孝顺 却忘记了时间不等人 直到在2006年 接受被捕手术的蛇母 心跳着停 二十余秒的惊吓下 她才开始醒悟 值得一级的事也是因此 蛇师麦开始放缓了事业的脚步 以及能多陪陪家人 如今的蛇师麦不再是拼命翻娘 对家人也是更好了 而智希她在香港西购 卖了两套乡邻的房子 一套自己住 一套写在母亲名下 让她与哥哥嫂子 以及侄子们住 此外 她现在也经常会翘班 带着母亲去她想去的地方 见识不一样的风景 最后要想去特别din 才 Α 傑 但 彼此 再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